好多三遍 蘇東宇 問大家 下午好 好的 本場比賽的遍及是 人應不應該相信自己的能力有限 正方式 人應該相信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反方式 人不應該相信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人應該相信 反正你們記得 這邊是有限 這邊是無限就好了 好 我們開始吧 好 下面進入正方遍的深論 計時為三分鐘 有請 好 謝謝主席 問候在場 各位 在開始今天議論之前 為了證明今天我方的觀點 人應該相信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想先證明一個引力 這個引力是 當你仔細思考的時候 只要你仔細思考 你一定會發現 人的能力其實是有限的 客觀上是有限的 為什麼呢 有三點理由 首先 這很簡單的道理嘛 因為人的能力本身 必然是有限的 人的壽命是有限的 這是一個原因 因為如果你的壽命是無限的 你擁有無窮多的時間 那你就不再是神了 你就不再是人了 你就成為了神 對不對 既然你的時間是有限的 精力是有限的 你的能力勢必是有限的 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 對不對 第二個理由 是因為人的物理位置是確定的 是有限的 我不可能既同時在千金 同時我也在巴黎 這是做不到的 如果我可以同時在千金 同時又在巴黎 我就不是人了 我就是一撇和一那 對不對 第三個原因就是因為人本身 他自己的想像力也是有極限的 你沒有辦法做到自己想像不到的事情 所以既然如此 我們只要稍稍仔細思考 用邏輯思维就可以推出一個顯而易限的結論 人的能力其實是無限的 那麼在這樣的基礎之上 其實是有限的 其實是有限的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 如果我們要相信 我們要相信人的能力是無限的 相信自己的能力是無限的 我們只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 我們需要停止思考 因為你仔細想想 就知道這個回事 人的能力肯定是無限的 所以你要相信呢 你就不思考 什麼樣子是這樣子的呢 那些邪教組織的信徒 成功學的信徒 咱們每天相信我的能力是無限的 我的能力是無限的 現入是一種思考停止狀態 只有這樣子才可以讓你相信 人的能力是無限的 但我國幫認為這樣子是不好的 是因為人本身爭取為人 我們本身一直思考是人類價值的所在 對不對 如果你放棄了思考 情緒的思考 就是讓人退化成了動物 讓人失去了人性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你保留你的思考 你還要偏偏相信 這個人的能力是無限的 只有第二種可能 就是你要自己騙自己 現入這種自我催眠的狀態 比如說大躍進時期的很多地方 他們心裡也其實知道 根本不可能放出來那些衛星 但就是為了一種盲性 一種宗教是狂的 使得他們自己欺騙自己 而我方認為這也是不好的 這是因為人本身 如果你自己欺騙自己的話 就勢必造成對自己的理性的背禮 而這一點同樣也是 與人之為人相矛盾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簡單的結論 如果說在今天我們引力成立的基礎之大 對方想要告訴我們 人的能力是無限的 只有這兩種選擇 這兩種選擇都是不好的 我方認為這就實現了 我發現還剩下39秒 39秒 做在什麼事情 我猜對方你不認好了 我猜對方 我猜對方或許會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相信自己的能力是無限的 你可以使用一種激勵 可是各位請思考一個問題 如果說這是一種激勵的話 可是如果相信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有沒有激勵 也有 對不對 我相信我的能力有限 那這個時候呢 我力所不能及 我就可以發明麥克風 我就可以創造工具 找非人的能力量來幫助我 如果你相信人的能力是無限的 你就不會去尋求這種 外在客觀環境的幫助 所以在激勵作用這個程度 比不出來 好不好 如果我猜對了 就選對方便回答我這個問題 如果我猜錯了 大家就當沒事發生過 但是 請思考一個問題 如果人的能力是無限的 我為什麼會猜錯呢 好 謝謝 謝謝 我想代表反方方是 你還要猜對了 好 下面有請 反方二變 秩序正方一變 時間為三分鐘 有請 好 謝謝主席 來問您第一例一個問題 您方今天是不是可以認同一個數據上的觀點 叫 政委只需要舉一個反例 而政真是不可能存在窮局 呃 是是這樣 那你先的問題 OK 媽媽我們要走了 所以今天如果說您方這邊有限 是不是您應該給我們畫一條線 告訴我們這線在哪兒 呃 不用 那您方怎麼說是有限的 在數學上如果我想 這麼一個函數它沒有上限 沒有上限 我並不需要指您看到上限是什麼 可以通過本身的函數性質 來推理出來得到這個 函數性質 是不是應該知道它的上限大概是位於什麼位置 這沒有畫得出來對不對 對 不需要的同時 我知道您為什麼上青年大學了 好 沒問題 你方第二輪給我叫 因為人的壽命是有限的 對不對 我方的其實我方的這很簡單 就是因為你做不到 不可能人的能力不限 是人的壽命有限 但人類的壽命可不可以是無限的 我們因為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有限還是無限 你怎麼不會相信你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相信人類的科技 在什麼進步人的壽命都不可能無限 OK 沒問題 但是我們人類從幾千年之前誕生到現在 是不是已經有年年很久了 是 可是變體不是問人是不是無限 是問你自己的能力是否有限無限 我認為人的能力不可能是無限的 我們今天編集主要是討論有限無限 題目是什麼不重要 主機都說了不重要 好 沒問題 所以順便這一點 從人類這個範圍角度講 是可以做到無限的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人類什麼時候會滅絕嗎 好 跟第二個提案 地方說 人不能有單身術 是啊 為什麼 因為那 那不太簡單 因為如果我可以同時在這裡也在那裡 我就不是人 我就可以猜一種種撇那 你明白了嗎 因為人必須是在同一個地方 在這個個體 一撇那連在去才是一個人 對不對 你猜一下 我給客董傳 你客董的那個人 客董的是人 是不是就是我 我推測一下 你是想證明 你一方是想證明 人其實的能力是無限的 是嗎 不是不是 你是我客董不像我完全一模一樣的人 兩個地方可以嗎 我是覺得我們沒有不想猜 是直接每一個論點 如果您方想證明 人的能力其實是無限的 您回答 就是您方認為客董也是可以 客董也是可以 我看第三個問題 想像力是有限的 對 您這個論點是從何推導出來 腦容量是有限的 腦容量有限 那您知道現在腦容量開發了多少嗎 他怎麼開發有限 那是不是認為在我們當今下認為 可以開發出他有個上限 不是 那我們腦科技的進步 可不可以發現 我們腦量其實在不斷不斷不斷的突破我們的容量 因為它的指量是有限的 儲存信息就是有限的 除非是你的腦 像蘑菇雲一樣爆炸似的 但是不是 OK 你看你們都想像到這了 為什麼你想像力是無限的呢 想像力不是無限的 是有限的 你都想像到我們人腦可以像蘑菇雲的道 這麼說吧 如果您認為想像力是無限的 您告訴大家 有什麼東西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您能想像到嗎 同學 我們是不是可以要認證出 人類的想像 從人的歷史上 應該發展是個無限的階段 看我自己是不是有限 他沒有誤解了 地增和無限是兩個概念 Y等於X分之一 在零以上是變爭的 你幫我先告訴我們 謝謝 有請本方一面進行聲論 時間也13分鐘 有請 各位好 整理一下正方論點 其實非常的簡單 有一句話 就是客觀上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你信了 我是無限 是傻逼 就這樣 前提是它得先證明正方 告訴我們說人類能力 客觀上是有限的嘛 對不對 然後開了三個其實就是兩個 他告訴我說生命跟想像 都局限於生理上面的有限 而物理理論上面的有限 但真的是這樣嗎 持久世紀的物理學家 開爾文說 物理學的大廈已經建好了 後面的人呢 只能裝飾跟網整 然後呢 他們艾恩恩斯坦跟海森堡 打臉打了一頓 過去的古典物理早就不對了 現代的物理早就告訴你說 過去的大廈已經塌了 所以物理到底是不是 真如剛剛所說的 就停止在現在呢 不知道 生理來說 他說腦容量是有限的 想像力是有限的 真的是這樣子嗎 在上世紀 19世紀的時候 人類我們發現有一個叫 三菱酸線桿的東西 說在跑步的時候 你只能發揮10秒的功能 所以人類駐地 不可能跑近10秒 是這樣嗎 百米跑近10秒 不是很早就被打破了嗎 後來科學家不甘心 他說 那我再檢查一下人類的生理機制 如果你跑到9秒6 你的骨頭跟肌肉就會斷裂 你絕對跑不近9秒6 然後呢 不就又被打臉了嗎 現在已經跑進9秒6了嗎 新的科學家又說 那我再研究一下 風阻跟人類的物理限制 應該就是9秒4 這次不會錯了 我們慢慢等 到底會不會錯 所以人類的歷史很簡單 就是一個不斷突破極限 突破界限的歷史 所以我幫二邊問了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正有跟正無的命題 正方應該告訴我說 界限在哪兒 反方告訴我界限不在那兒 我突破了 那對方說 還有一個可能有界限 我沒辦法否定這個可能 所以反方只能透過這些經驗的示例 告訴大家說 過去那些我們以為 這裡就是極限的那些線 都是假的 我們都突破了 所以到底未來的現在哪裡 請正方告訴我們 如果他說不出來 或者他至少告訴你一個 函數的性質是什麼 像以前科學家 推論一下人類生理機制 然後再等你準備打電 所以這個論證到此結束 客觀上是不是無限的 還是有限的都沒有論證 不成立 後面的心態也當然不是自欺欺人 好 就算往後看心態好了 如果後續的心態 假設客觀上真的是有限 我這樣信 就是自欺欺人嗎 也不一定嘛 他有聽過一條大象跟繩子的故事嗎 馬西塔亞大象 會在小時候 就被繩子摔在木桩上 還要掙脫 就會掙脫了皮肉血流 所以他就覺得 我掙脫不了這個繩子 慢慢的大象長大了 他的能力其實可以掙脫繩子了 可是過去的經驗 束不於過去經驗的正方說 我掙脫不了這個繩子 所以對方沒有 正方的相信會不會反而導致的另外一種狀況 是一種固步之風愚昧的認為 我永遠不可能進步呢 所以到底在櫻然的價值上面 是正方優還是反方優 其實正方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比較 接下來還想要沒有繼續論證 客觀上到底有沒有可能 以及相信他 到底好不好 謝謝 接下來有請正方三遍 這句反方一遍 時間為三分鐘 有請 先讓照你最後說的一句話 你方認為我們應該相信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 你方認為不知道 我們正方沒有比較對吧 對還沒比較 反方有比較嗎 也還沒 那接下來您方是希望比較還是不希望 當然有比較 您方也有比較 好那就沒有問題 問您您方認為在客觀層面上 您方是不知道 在客觀上 它究竟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 您方也是不知道 我認為應該是無限的 但我也沒辦法誤認出是有限的 客觀上 對 您方認為不知道 對於這個答案是 不知道的 是未知的對不對 對沒辦法否定這通常 那我方要怎麼證明有限 你方覺得 就是舉出一個限 那我問你 您覺得在世界上什麼東西是有限的 什麼東西是有限的 就是筆是有限的 寫完就沒了 寫完就沒了 就是水沒了就沒了 時間是不是流逝完了就完了 不知道 細胞衰老是不是衰老過完 每個細胞不能再做完 細胞衰老 對對對 是假的 所以說按照人的寿命至少在個體 旁邊是有限的 沒有問題 沒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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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有限的細胞衰老是有限的沒有錯 那細胞衰老我們可能延長 能夠延長 那它的界限就不是有限 我們先討論每個人個人個人 然後人可能會有一定的細胞自我更新的數量 或者是程度 或者是頻率 對 這些都達到了極限之後 它是不是就是一個人的衰竭 對吧 如果是個會衰竭的人是這樣 但是人有沒有可能突破這個限制 人家是有可能的 所以您方還是不知道 對 我方從目前的科學推論目前來看應該是這個樣子 對 就跟十九世界科學家裡的一樣 但是問題下面 您方認為我們人類就是一個不斷突破極限的過程 對吧 沒錯 不斷突破極限能夠證明極限不存在嗎 沒辦法 沒辦法 那您方究竟是怎麼證明的 我剛說了 正不如是不可能的 我只能告訴你說過去都會突破 但是沒有界限這件事情是不可能證明的 沒有鬼是沒辦法證明的 推理小說叫做惡國的證明 所以換句話說 您方也同意了 在事實層面上 您方是沒有辦法證明客觀上它是無限的 對不對 您方只是在單純的質疑正方 沒有辦法證明有限 在客觀上 正方有能力證明 而反方是永遠不可能證明 對 所以我質疑 您方證明無限的可能 對不對 我還在努力啊 你還在努力 沒關係 那您方覺得我們相信它是無限的 原來是一種人的感知 是一種價值層面上判斷 對吧 那這種主觀的判斷要不要基於客觀 主觀判斷要不要基於客觀 可以 那就是我們基於現在我們大家公認的客觀 究竟是什麼樣的客觀 大家自己心中 自有一點自感受 我問你 您主觀上為什麼認為 他應該要相信它是無限的 核心理由是什麼 因為如果我相信它是有限的 才有努力才有努力的空間 才會想要去突破一個極限 才不會被限制 沒有問題 沒錯 那我問你有沒有可能 我認為它是無限的 就會給我一種盲目自大的 我覺得人定勝天 什麼都有可能突破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那如果一個人保持著我認為 現在我的能力是有限的 但我遠遠沒有拿到那個極限 我還不斷去突破 我就不相信那個9秒40極限 我相信9秒40極限 有沒有可能突破 也有可能 好 好 時間到了 謝謝 下面有請正方二遍進行深論 時間為三分鐘 有請 來 首先先解釋一個問題 就是正方今天要論證 有界限這件事情 需不需要給板方舉出一個具體的界限 坦白講這個界限 我認為如果不舉的話 我們有兩個理由不舉 第一個理由是這個東西到底知不知道 它有沒有界限跟知不知道 能不能被知道是兩件事情 比如說他剛剛舉個例子 說這支筆 他有沒有寫完的那一天 他說有 可是我問對方再做各位一個問題 你的筆還能寫多少個字 你能不能把這個界限告訴我 如果你不能告訴我 我說你這支筆 就可以無限寫下去 好像不對 這是第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人的界限它存在 但是我沒有辦法經過精確的測量 人到底最快能跑到多少秒 可能我們認為 人類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之下 正好是我們能力所不能達到的 也就是說人類那個極限 恰恰是人類能力所沒辦法治了 沒辦法知道的 這不就是人類的局限的一個體限嗎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局限本身 它如果存在的話 如果我方能夠通過種種方式 去告訴您說 有一些事情是人類絕對不能做到的 您方這個時候能做的就是 以所謂的猜測 所謂的對未來的判 這個未來的這種預算 或者說對未來的這種猜想 或者用那種類似的幻想來回應 比如說我方告訴您的是 類似於一個人不能夠同時在空間上 時間上出現在另外一個節點上 這一點我方認為 按照我們目前的理性跟邏輯來思考的話 是一個準確的結論 而他方給我們的是認為人可以克隆 但事實上你們的克隆 是沒有辦法解決我方這個問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克隆只是告訴我有兩個一樣的生物體 它們的這個體征是一樣的 但事實上這是兩個生物體 各位明白我意思吧 它只是一個類似於遊戲上的概念 他認為OK 這就是兩個你呀 可是實際上他不是兩個我 每一個克隆人他有自己的意識 他是一個單獨的我 OK就是劉一峰和劉一峰撇 是兩個人 所以在這個點上 您方是沒有辦法去回應我方 我方所問的道理 就是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在維度上 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上 人是不能夠在兩個維度上同時出現 這樣就會出現空間時間上的矛盾 這個問題您方待會兒 都會用所謂的科幻去解決 但是科幻在今天這個便利下能不能解釋 如果今天科幻可以被在座各位相信的話 那有限和無限 本來就不是一個現實當中的概念 我們討論也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對方待會兒不要用科幻的例子 來解釋我們現實當中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今天卡風告訴我們說 如果人相信生命是有限的 或者相信生命是無限的 可以給他們帶來生活當中的正能量 告訴大家 人定勝天啊 對不對 有志者事經成啊 類似的概念 但是問題是各位仔細想想看 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 人相信什麼 和人最終如何面對自己的生活 這其實是兩件事情 什麼意思呢 你認為生人的能力是無限的 它完全可以推導出兩種不同的心態 一種心態是 既然我的能力是無限的 我為什麼要努力呢 我今天成績不如你們 我今天更多打得不如你們 是因為我不努力啊 懂我意思嗎 我如果努力了就有一天比你們都好啊 對不對 我現在還不複習 是因為我最後一天可以把所有東西都背下來啊 所以考試這天一晚上就夠了啊 所以人如果認為自己能力是無限的 他完全可以推導出這樣一個極端的狀態 而同樣呢 人如果認為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那他可不可以用一種積極的心態去探索自己未知的能力範圍到底有多大呢 比如說今天我可能好到十秒鐘 但是我不確定是不是我的極端可以探索我的極限在哪裡 這也是一種積極心態對吧 好 下面又是我們的老闆 質詢正方的二點 時間有三分鐘請開始 不要抵抗好嗎 我的能力是有限的 先問您第一個問題 離清我們的舉證責任 如果今天零方沒有辦法論證成功 在現實中我們的能力確實是有限的 零方的第二個論點就其實沒有用 對吧 如果零方沒有辦法 對 我認為零方可以論證 好 換句話說你也認了 如果零方沒有辦法論證成功 人的能力確實是有限的 零方整個利潤崩塌 那好 不要忘記 來看零方到底人的能力在特觀下是不是有限 零方告訴我第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對嗎 事實上是有限的 好 限在哪裡 限在哪裡 是這樣 我們認為以我們現實當中的考量 我們認為人的壽命不會超過500歲 人的壽命不會超過500歲 為什麼 一定嗎 為什麼 一定嗎 一定嗎 在未來人的絕對不能超過500歲 你是拿什麼科學叫什麼的 嗯 是這樣 我覺得呀 我們以目前所有人類的實力當中 還沒有人超過100歲 啊 沒有沒有沒有不好意思 沒有人超過500歲 在2000年前 人也絕對不相信 人的壽命可以活到140歲 可是今天僅僅是進入的141歲 為什麼在500年後 人不可能活到500歲 所以基因其實這個搭檔 不是 是這樣 你這個質疑完全沒有質疑到我 你人說人可以超過140歲 對不對 對 但是 對 但是他沒有超過500歲 問題是 你憑什麼說我們不能超過500歲 不是 你看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雙方都互相質疑 我在問你之間的 誰說的 啊 我說的 對 誰說的 對 誰說的 問題是交給我 您能拿你錯的來論證 不是 問題是這樣的 您幫的所有質疑 只是說以前500年前的這個人 他的限制錯 設定錯了 對吧 500年前的這個人錯了 我一定錯嗎 所以我 對 對 我不一定錯 等等 所以今天的問題是 您要拿什麼保證 您說的一定是對 那我保證不了 對 好 沒有問題 您保證不了 我也保證不了 那等會我告訴你 為什麼雙方都保證不了 中下今天您錯了 來 我再問您第二個問號 即便在今天我方退一萬步 您方可以認人的能力 在客觀上 確實是有限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人在客觀能力 確實有限 我仍然相信無限 一定會像雙方 一變數的時候 那麼傻逼 可不可能變得更加積極 可不可能 啊 可不可能 因為我覺得 這個可以在具體的意思 當地解釋對不對 好 比如說 比如說 您方說 我們相信今天 會有像大躍進那樣 人有多大膽 有多大慘對不對 人有沒有可能 人有沒有可能 變得像原農品這樣 去發明轉基因 我稍微解釋一下 我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我們認為 人如果相信自己的能力 是無限的 他比較容易滑入到瘋狂的 你心裡是怎麼論證的 容易 人可不可以因為自己的瘋狂 變得更加努力 是這樣 因為我們會這樣認為 我們認為如果一個人 認為自己能力是無限 他會比較拼 傾向於去膨脹 拼跟膨脹是一回事嗎 什麼 努力跟膨脹是一回事嗎 但是無限跟膨脹是一回事啊 對方沒有 相信無限就不一定會努力 一定會膨脹 就更有可能 所以更是怎麼論證呢 我們下一個比例 好沒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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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 好 好 謝謝主席 純關今天正方同學的論點 其實大概講得只有一件事情 這叫什麼 我們基於目前的科學判斷 給了正方同學不夠的理由 想想我們今天會有這麼一條線 但是今天這個問題就在於 人类不是仅仅单单的我在2017年活到那么仅仅的几十年来探讨这个问题 从2000多年前的古代人们认为40多岁的人已经算是长寿了当时的科学 但他们可能都不算是那些科学认为活到100多岁根本就不可能 但是现实我们已经狠狠地打了古代人的脸 再在古代我们认为要飞天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现在也已经告诉他们人们都已经可以出的外态 所以基于当前的科学判断来论证有限 本身就是一件不那么科学的事情对不对 所以对方同学今天本身就是已经局限在了一个有限的思维上 他帮本身把自己已经限定在有限 没有翘脱出整个时空去看待今天这个点题 所以对方今天主题一个问题 回到我们家前面上讲什么呢 讲因为我们有大怨气的时代 人们如果相信自己是无限的就会很膨胀 很膨胀现在人有多大本地有多大产 但是问题在于抱有什么样的信念和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本身是两个回事 对不对 同样相信地人很多大产的学生品 会选择用科学严谨的态度去研发 我们能不能突破这条极限 而有些人只是在现在体前盖一些脉 其实现在他很多而已 所以今天抱有什么样的信念 并不能认识出他会更容易怎么怎么样 当然了正方二变可能觉得也论不下去了 对吧 我谁来的正方三变 那我们一会期待正方三变 怎么来论证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今天我们觉得今天讲的很多东西 为什么说今天在我刚三变刚才讲 当双方都没办法能够确确举证的时候 今天错应该是在正方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证明一个数学定理它是错误的 我们只需要举一个反例就可以 但是我们怎么去论证这个数学定理是真的呢 穷举是不可能的 所以回到今天这个问题也是一样 今天同学今天要告诉我们人类能力是无限 那他需要告诉我们现在哪里 我方讲就像我方一面讲说 我方说无限论证 我方永远不可能论证 无限在哪里 一方我方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方可以通过普代经验 无端的告诉我们人类以往的所有的极限 都已经被我们目前所逐渐突破 所以我们有理由会相信 在未来的很多年我们可能会跑进95秒 我们可能会活过500岁 我们可能会住在M78星云 都可能 所以需要对方三遍一会确切的告诉我们 为什么 您方就认为现场就会存在 谢谢 好有请众方一遍 这群本方二遍 时间三分钟 不等他 不等他 我道训你 来 今天对方都有的人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您要强调一个正有不正无 对吧 也就是说今天 为什么正有不正无 那是因为我方才有能力证明极限存在 而我们人类并没有办法去证明一个东西不存在 对不对 这个是逻辑上的关系 所以你认为在逻辑上任何人都不能正无 是不是人的一个极限 不是不是 为什么不是呢 逻辑本身也是有极限 所以其实 也会发展 所以也有可能 您方也可以正无 对不对 有可能 所以既然您方也可以正无 我方也有可能这样 那我们就双方共同的存在这个责任 对不对 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是这样子讲 人方今天讲说 有可能逻辑会突破某个极限 使得正无会有可能 对不对 但我方承认每种 我们将来可能会存在这种现象 但是现在 但是现在 但是我们三个存 就是 我们三个存啊 那就是 您承认您方三个人自己的能力有极限是可以的 对 但我们三个人确实 我们再说这个 以后说不定会突破 就是对方没有择担担担担担的论 您方认为 人类寿命无极限的话 就是以后我们说不定会突破我们的寿命极限 对不对 不叫说不定 是历史人家 你告诉我们 2000年以前 他们觉得人生能有80年是古来西 对不对 2000年以前 狗会不会觉得狗生如果有20年就非常人气 我 不是狗 现在狗可以活到20多岁了 按照您方相同的逻辑 狗的能力是不是也是无限 我觉得讲道理说 也是 如果狗有思维的话 它会有个真正的想法 狗有思维啊 就像有人会叫 所以 海带的能力是不是也是无限的 因为以前海带只能可能存在这么多年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可以滋养出了那些很强壮的海带 让海带 哎 对不对 我们的能力是无限 我们让海带活这么多 不是海带自己本身在进化吗 真的 自然选择 人也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 海带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 你也凭什么说 海带是比人烈一等的 相同的逻辑 草旅从的能力是不是也是无限的 草旅 对不对 因为按照历史的规律 世界上每一个物种都在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极限 对不对 因为自然选择的体系之下 每一个物种都在不断的变得更强 每一个动物的属群都在变得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极限 所以按照民方逻辑 世界上任何一种动物都应该能力无限 但是民方不能抹掉人与其他动物最核心的区别在人的思考 对不对 海豚也会思考 狗也会思考 您不能告诉我 所以您方分明之前说的都是历史的原因 就肃及历史 现在突然又有一个新的标准 叫做人会思考 所以因为你会思考的能力就是无限的 这不是我们的核心 拧出来一个新标准 而是本身人与其他动物确实是有区别的 当然没有在 妨碍今天我方论证 我方今天是无限的这个例子 您方的论证无限 还是我刚刚说的那一套 那就所有动物都认为是无限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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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三身论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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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有局限 对方说认为不是 以后才会有 所以还是像我方二点一样 您方的宿主于幻想 那宿主于幻想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那我就来填这个坑 我方二点的说法是 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能力都是无限的 会容易膨胀 会划入一个自我迷失的一个困境之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构建了现在社会有一套体系 这个体系是什么 我们认为每个人都符合逻辑 行事的时候要有一套行事准则 我们用逻辑去解释世界上的因果 解释他们的关系 解释各种各样的正相关 如果你打破了他 那我们就会说你不符合逻辑 你这个人有问题 你不按照逻辑去玩 如果按照对方的说法 今天我们可以符合 可以相信人的能力是无限的 那就意味着什么东西都不相信 这是我们今天双方的核心分歧 分歧在哪 我方也说 有的人相信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就会不断去探索极限 对不对 我们只是不知道那个极限在哪 我们会同样也有努力 这个正方和反方其实没有分别 正方和反方的核心分别在于 反方相信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突破的 正方认为有的事情不能突破 这也就恰恰证明了 为什么反方那种价值观下更容易迷失 原因提为你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所以相信的东西 你不会遵行任何的客观规律 你有一些逻辑你是不用去遵循的 就好像我方举出来的例子一样 大跃进你根本就不用遵循客观的规律 你觉得那些破锅烂铜 就可以练出来钢铁是一样的道理 你不再相信这些人有因果 你不再相信这些人有正相关 你不再相信那些元素本身 构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 你不再相信这些东西 你觉得所有东西都打破之后 就可以得到您方的无限的能力 这就论证了为什么一个人相信的无限 这个人会变得膨胀 我方相信一个人有限 才会让大家相信你会不断的去努力 这就是核心的分别 最后再来解释一点 对方我们说 对方最后的退路是 民方的逻辑也是可以突破的 但是各位要想到 逻辑为什么不能突破 这是人的选择 人为什么要选择逻辑 是因为他恰恰符合现在社会形式的规律 为什么逻辑不能突破 因为这是人本身选择 他是不能被突破的 如果一旦被突破 人类整个社会就被捕蜂瓦解 这不是自然负给我们的 这不是上天扔给我们的 这是我们自然人在一步一步进化的过程中 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 我们形成了一套思维体系 这是人的主动选择 所以人是不可能抛弃逻辑的 最后一点对方的底线也打掉了 对方的力量还是很高 我不知道 谢谢 好 接下来有请反方一变 秩序正方三变 时间五三分钟 有请 长哥你好 先确认一个问题 你说我在逻辑之内 证明无法证图是一个限制 对吧 是不是逻辑本身就是一个限制 是 对 我在限制之内 没办法走过限制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嗯 是 举个例子来说 我在这里 我不会跑去答你 因为我受规则限制 是我自愿受限 跟我能力 有没有限有关系吗 你有否认到 这个世界中存在限制吗 没有 我说 当我在限制之内 讨论的时候 它必然是有限的 对吧 所以它必然有限 所以我说你告诉我 遵守规则的 或是有限的 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您方要想说 这个问题是 我能不能突破规则 不是遵守规则的 那第二个问题 你认为逻辑是不能突破的 对 是这样吗 是 那么你知道亚里斯多德 他提出的逻辑规则是什么吗 您说 他说的是 三段论证 是所有的人都会死 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人 所有的希腊人都会死 当时他们一直苦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苏格拉底是人 苏格拉底会死 好像证明成立 可是他又不是所有 他们在没有逻辑集合的概念 他们当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一种逻辑的进步 嗯 所以逻辑本身会突破 有否认到人类突破 没有 他突破过去的逻辑界限 是 逻辑本身会突破 不是说这个事情有局限 他就永远不能改变 对 对 即便是逻辑也是会被突破的 可以被突破 我方一直没有否认到可以被突破 对 他就跟其他的所有东西一样 都有可能被突破 但也可能 有一个线突破不了 对 有一个线突破不了 对 我方可以这样子 我方可以这样子 因果 怎么样 没有办法突破 有因才有果 所有的事情都有原因 为什么 没有 不能被突破 对 就是人类处诸于逻辑 你才能解决这个世界的原因 你又处诸于逻辑 你知道活泰逻辑吗 蛤 你知道活泰逻辑吗 你说 它是上个世纪才刚才开始发展的逻辑 就是认为 因果可能性 它都是可以被导致的 但是是不是一种正在突破 我方你为什么 这个天然成立 我方坦然成立 因为人选择要有因果 所以因果不会被人类所自己突破 你知道没有 你现在又回到了 我自愿受于限制 所以在限制之内 我是有限制 但我还在告诉你 我可以突破这个限制 你现在一直告诉我 我要有因果的限制 那这样论证什么 不是 论证的就是 因为我们不愿意去突破这一层限制 所以这个限制永远都在 你论证的到底是 我真的受制于英国 还是我想要受制于英国 到底是哪一个 想要 就算退一步 想要受制于英国 也不合我方的一场 因为我方本来就是 相信自己能力有限 对不对 本来也是因为相信自己能力 你就已经抽换了 请你完全不想说客观了吧 就是我方退一层 就算姑且认为 人类相信要有的也不可以 我给你问你前一前 没关系 在相信无限的时候 有可能会务力突破 也有可能会太过自大 有限的时候也可能仍然继续努力 但也可能顾顾自封 都有可能 对不对 两种价值都友好有话 那你只觉得我们更可能 换一点点 是 这就是你全部的论证 没没没 我方基于我们的利润基础 告诉大家 如果你基于现在的限制 你还要去相信 你的能力的限制 你还要去相信 什么样的原因 好 好 曾经登陆了两个问题 第一 海豚的能力 是不是无限的 海藻的能力 是不是有限的 海带的能力 是不是有限的 跟今天变情根本就没有关系 因为海带 海豚 海藻 草绿虫跟人最根本的区别 他们根本没有主观能动性 他们的一切 根本就不只有他们自己所决定的 是由上天所决定 是由自然所决定的 可是人不一样 人的主观能动性 是大家的创造力 让人一切都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能力是无限的 他不用去信 第二 第二 关于逻辑的问题 我们今天退到最后一步 我们人类唯一不可能突破 应当中的因果 请问因果是什么 因果不过是对客观过去中总结 发了根本与能力无关 什么叫做因果的能力 你能知道未来三十年后的因果吗 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往后总结 根本就没有因果 这就说 因果的努力一定成功吗 因果的好好学习一定能够成绩好吗 告诉你根本就不一定 就是这些样根没有因果 一切都是我们可以突破的 讲完这些之后 我们来理清今天双方的论证责任 为什么在这样的论证责任之下 我方已经第一个论证责任 关于今天谁来论证 今天对方没有退到最后 告诉我们其实有没有那个线 他方画不出来 他们唯一觉得这个意思 人不可能过过五百岁 我只问他一句为什么 凭什么他方说不出来 我觉得我突破不了 我放心告诉你 五百年前的人也觉得他们突破不了 五百年后我们突破了 凭方要告诉大家 问你五百年后 凭方一定突破了 就是说你反过来问我 那凭方能不能论证责没有呢 我方告诉你 我方不能论证没有 不是不能论证 是今天我方在这个地方 没有时间给你去论证 所以我方举出来的论证逻辑是 我方翻过了人类五千年的历史 那条线从来没有被人画出来过 过去五千年没有人画出来这条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凭方今天在这个地方 市场突破这条线 凭方知道要画出来 这才是论证的责任 可是凭方冒失今天也画不出来 所以在凭方告诉我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现在哪里凭方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你们凭什么说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这是第一 凭方论证责任没有见到 第二次论证责任 我在盘问的时候问过你们 你告诉我 即便人的能力确实在客观上是有限的 我们如果相信自己的能力的话 会怎么样 凭方说会更膨胀 会更自大 会更不在乎规理 我让凭方三面去论证 凭方三面整个论证 凭方用了很多的渲染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不再相信规则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会突破规则 我们会无视规则 那又如何 突破规则 为什么带来的一定是自大狂妄破坏 为什么 凭方没有告诉我们 凭方这样的渲染 我方会不会 我方也会 人一旦不再相信规则 我们就可能突破规则 我们就可能去改变规则 我们就可能去创造规则 在创造规则的过程中 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谁不会呢 那渲染不就是这么干的 对吧 所以民进方的论证的人 是告诉我 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但我们不再相信规则的情况之下 但我们突破规则的情况之下 我们人一定会变得更糟 民进方也没有论证到 两个人论证的地方都没有进到 不行 谢谢老板 我吗 对 我不清楚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所以如果 如果我举例子的话 你是可以用事或者我回答的 对不对 不对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女朋友坐在下面 现在随便叫你去亲一个女爵 你应该做不到 对不对 我有能力做我不愿意做 你有能力做 有能力做 我做不代表不代表大家都做不到 我不知道 我知道 我现在只是在养你 因为这些是女人 要不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是有见乎有见的 所以我现在如果说 要求你人在这里 但是你拍一张你在楼下大厅的照片 你还是做不到 我觉得五十年后 我应该会有瞬间 我知道五十年后 你要说一百年后 有可能那一百年后 我们都不一定在不在了 现在也是做不到 我也觉得我能活到一百年 我严认的事情是 这件事情在现在也是做不了 现在我可能做不到 现在做不了 不是因为你不愿意做 是因为你知道自己做不到 我现在做不了 对我知道 所以我确认的故事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在当下时间节点上有一些事情 我们不是愿意做 是我们做不了 现在现在 对好 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当我知道 每一个人在当下时间节点上 有一些事情是我做不了的 这种情况下 您方依旧愿意说 鼓励你去相信说 您方无非在无限的情况下 加个有限的情况 您方告诉我 一百年以内的自然素 是有限的废话 对啊 您方无非加一个有限的线 所以你也认为 当下节点 时间节点如果确定的话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当下的某些人能力确实是有限的 当下哪些人能力是无限的 当下哪些人能力是无限的 看你的无限怎么理解 我方便有些很g的论 你不要比我讲 我们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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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这个无限很有限 就是常识概念 就是如果这个人的能力是无限的 那就没有任何事情是我们能想到 他做不到的 对不对 在当下我也觉得那个线 其实也不怎么能画得出来 对画不出来 但是你也承认当下 所有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对不对 如果您画不出来 我就不承认了 为什么又不承认了 那你觉得当下没有人是 这样 你讲的是不能证无 你讲的是不能证无 只能证有 所以如果说当下有一个人 他的能力是无限的 您方证有 我方证无 对不对 对 所以你应该举出一个例子 当下哪个人是无限的 对吧 当下没有人是无限的 当下我们的能力 或许是有限的 所以都是有限的 那我知道当下 就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上 我们不讨论当下 我们不讨论当下 那当下这个人该相信什么呢 当下这个人 相信未来 我知道他相信未来 我知道他相信未来 我又告诉他不相信未来 我又说他当下 他既相信未来 他也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对 还要相信未来 对 所以相信未来 并且相信自己的能力是无限的 对不对 相信未来能力是无限的 我翻译一下 相信未来 并且知道自己当下能力是有限的 对不对 知道自己当下能力是有限的 但是未来又是 并且相信未来自己能力是无限的 相信未来能力是无限的 相信自己未来能力是无限的 对 为什么就无限的 因为你们都不在有限啊 好吧 那现在这个环节 我们先为节变 那个石头剪刀布一下 对 就先石头剪刀布再剪刀 决定解变 对 先决定一下 对 给一波 给一波 一 一 二 你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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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 你选 你选 好 现在进入自由辩论的环节 各有四分钟的时间 有请正方先发言 可请 正方先发言 对 这样 对方在事实层面上论证 世间上的客观层面上的能力是无限的 他其实本质上还是凭借一种相信 这不叫客观上的证明 你本质上还是退回了你方的论点 是我要相信这件事 这有论证到我方的立 您方的立场 或者攻击到我方的立场 在客观上 我方指的逻辑就是 从来没有人找到过那条线 那您方今天帮我们找你找好不好 找了 500岁啊 您方也没有帮我反驳啊 所以我方想确认的事情是 当下节点上每个人的能力都会有限的 您方也承认这个事实 所以当下节点上每个人能力有限 您为什么要让大家在当下时间 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是无限的 他会不会飞起来 因为从客观意识上角度 我们发现 人们在相信自己的未来能力是无限的时候 我们确实在不断的突破 对不对 所以您方究竟怎么回应 我方三辈的问题 不然没有 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当下 其实未来的人也活在未来的当下 您方告诉我们的论点 无非是什么 是说 要我相信以后说不定 人类可以有不停的突破极限 可是以后说不定 能够带来给人怎样的激励呢 那些一次一次突破短跑系统的运动员 难道不好认心两句 以后说不定人类可以跑进八秒 是这么好的吗 他当然是这样想的 他说以后搞不好跑进八秒才还继续跑 不然怎么跑的 知道没有 所有吵的就是 当下的我是有限的 废话 当下就是对于一个实态 一个状态的限定 此时此刻的我必然只能是这个样子 因为此刻就是一个限定 逻辑的此刻也是一个限定 遵守规则的我会去打它是一个限定 所以在这个此刻的限定里面的一切 都是有限 它只会是此刻的样貌 而我方要讨论是 在脱离了此刻之后 人是不是无限的 这个客观讨论是我们想要去问正方的 不一样 遵守规则是 你现在可以选择不遵守规则 但活在当下 没得选 你必须活在当下 这就是你的限制 我方今天想要大家相信 人类能力有限 就是让大家相信 你只能活在当下 只有你相信 你只能活在当下 是不是才会为当下而努力呢 对 这么告诉大家在现况下 我们活在当下 那为什么在未来程度上 我们不能活成无限 活成真考 您方还是没有认证 这样 人应该相信自己是怎么样的 你至少要说给一些人听 你要让大家相信 你要让大家觉得 相信我的立场之后有意义 您方让哪些人有意义的 告诉我一下 团团意义 我方今天脆离万步陪您谈意义 今方如果您方给郭尔特画出一条线 您的线就在那 请问郭尔特如果达到了 为什么还要努力 他达不到 我们画八秒啊 拿不到啊 曾经里人的话就是十秒后 不二次给你们想的 一样他会努力吗 那你告诉我 如果他今天达到了人的话 你现在就认为我错了 对不对 这不是外来的事情 你不觉得证明别人 是错误的事情 很爽的事情吗 这可为什么一个结底 对嘛 所以您方今天的唯一价值 就是不断地去让 你们证明是错误的 可是既然这样 我们干嘛不甘肥相信 我们能力是无限的 能更好呢 这就不是更好 如果在这个点上 比较是我方言 为什么呢 因为你永远追求一个 永远不可能达成这个东西 因为无限是一个 没有确定概念的一个东西 有限恰恰是一个 有确定概念的东西 你突破它 你就意味着你爽 你就会不断地激励 为什么大家讨厌学习 喜欢打游戏 因为游戏是一个 短时间激励的过程 你每做一个举动 你每玩一盘游戏 都会给你短时间的一个反馈 学习是一个漫长时间的过程 所以大家讨厌学习 喜欢游戏 一样的道理 如果大家现在相信追求无限的话 那个无限是你永远达不到的东西 有限才会你慢慢地去突破 这才是一个正向的激励 这一点也是我考虑 各位有没有发现 正方的相信是很廉价的相信 什么叫相信 不过我这个相信 他只能8秒就是 我一定不可能突破8秒 那他继续跑什么 老子不信邪 你说8秒你说的 我一定能突破他 我不信你 所以我才会突破 真正的相信 是不会去突破的 正方的相信是这么廉价 大不了 信错了 我再重信 我突破8秒 我再信7秒 我再信6秒 我再信6秒 我再信5秒 这跟相信无限有什么不一样 他的相信有限 到底信在哪里 是啊 区别在哪 区别在于他对自己能力的范围的认识 比如说现在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特尔伯 这个特尔伯呢 他同样他在自己经过辛苦的锻炼 他也接受了国家队的训练 可是他最多最多最多 只能跑到11秒 他100米只能跑到11秒 这个时候按照您方的重点 是我要相信我的能力是无限的 如果我的能力是无限的 别不管8秒7秒 我肯定可以跑过博尔特 可是这种情况下 您方觉得这种相信对他也好还是不好 好啊 就是努力 是 11秒他能跑过博尔特 你告诉我 就是努力跑过博尔特 如果他腿断了他还要接着努力 那就继续努力 一定要跑过博尔特 所以您方的相信 究竟是要做成什么样子 是不是我嘴上说要相信 但身体却很诚实呢 所以发现这 对方的逻辑是这样子 如果你相信的能力是无限的 你又忽视客观条件 腿在他照样好 对不对 脑子很照样学 对不对 眼瞎的照样化 对不对 对 嗓子哑的照样在哪边 你拿手语打呢 对 有没有去写音乐告诉大家 今天回到博尔特的问题 你还没有解释 达到那条线到底还要不要突破 您方先生的一个解释就是 即便达到了我也突破 不信吗 但没有 您的观点无非说是 线来了之后 无限时去突破它 这个无限的区别在哪里 我相信人类的能力有极限 不代表我笃定极限就在那 对不对 我相信人类的能力有极限 和我暂时认为极限是9秒是哪 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即使打破了我现在这个线 画在哪 没有打破我对人类有极限 这一事实的判断 对吧 对 您方说现在找不到那条线 未来总会找到 在未来的那一天 人类停还是不停 不对不对 你们要收规定我方站上 我方讲的是 我相信自己的能力有限 跟我相信科学压是两件事情 所以我不信那个科学家讲的8秒线 所以我仍然就相信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因为一个人我认为他再快速快速了1秒 这个时候是不是我的这个 没有矛盾就知道 科学家相信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科学家相信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科学家相信自己是能力有限的 所以他会在自己的一些领域里面 告诉大家 我的领域是有局限的 我的认知是有局限的 后来人是可以去突破的 这不也是我方说得的一件吗 所以您到了相信 究竟体现在什么哪里 是不是我嘴上说了相信 但我身体上一直却在不断地不停 那今天是属于相信还是不相信的 实际上 一个科学家他也知道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 自己的精力是有限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告诉自己说 我每天是不是能只睡2个小时 然后剩下22个小时都做研究 能不能够打破人类提现 不能 因为科学家相信自然规律 他相信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同样的 一个老人或者是包括文学家艺术家 他也知道自己的寿命可能是有限的 所以他要抓紧时间 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 在自己连立想的时候有更多的作品 所以这是不是我方观点了 好 好 谢谢双方 你们的时间是有限的 好 接下来是节变的环节 首先由双方先手节 有请双方变手 一直三分钟 计时开始 各位好 今天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就是今天我们讲这件事情 说一个人 就在这个各位 你们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是有限 还是相信自己的能力是无限 他准会指导你的生活 在你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 当你产生这个疑问 你一定会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 会指导你在生活当中做判断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王家被变阿飞正传 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条段 就是苏黎珍被人甩了 苏黎珍被人甩了 然后里面划在眼的角色 划在眼的角色就会跟他说 他说 你现在不要在这里哭哭啼啼 如果你认为 如果你认为 他是你可以失去的 那你现在就不要在乎他 因为他已经甩了你 如果你认为他是你不能失去的 你现在就跑上楼子去 一辈子跟着他 不管他跟说什么 你都不要不要再离开他 就这样死奔着 这就是他讲的这个道理 想办法让他重新爱一下 可是各位 这个人生 这件事情听起来很浪漫 这件事情听起来很浪漫 因为我们知道 他可以相信自己的 不管是你真情流露 不管是你的技巧 不管是你这要命的动作 你可以赶天动地 你可以完成达到你自己的心愿 可是事实上 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知道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当你不管是被男朋友甩 或者被女朋友甩 或者怎么怎么样 或者考试不及格 或者怎么样 打边论永远 不管你再怎么准备 就还是输比赛 这个时候当你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要问自己 我的能力是有限还是无限 我到底要不要再继续努力 到底要不要试图去挑战 那个所谓的极限 但是对方会今天讲说 可是你这样不会故步自封吗 不会故步自封啊 什么意思呢 因为当我们面对这个难题的时候 我们必然是经过了自己 千辛万苦努力之后 才会有所谓的感想 我们会问自己 到底我的能力是不是有限的 各位明白我意思吗 你不会有一天 你追一个女生的时候 你第一天就想不 我的能力是不是有限的 傻呀 懂我的意思 不会这么想的问题 你初非是你经过百般磨难 你经过努力 经过千番手段之后 你发现他依然乌动于衷 你就想 原来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 原来爱情有的时候 是不会眷顾一个 你不管你再努力太 不会眷顾你 这是人的能力有限 这个时候你要明白 要及时放弃 这是我们今天双方的区别 今天他问我们说 如果一个特尔博 他也知道自己 虽然经过千辛万苦努力 可你依然只能跑到11秒 可是博尔特有9秒5 9秒4 9秒3好 我也忘记距离多少 那这种时候他刚刚告诉我们的就是 这个特尔博他应该继续努力训练 你终于一天可以拿到世界冠军 你终于一天可以跑过博尔特 你终于一天可以把那些科学家的脸 可是我们想告诉各位的道理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现在这么努力 也只能跑到11秒 那你下半辈子为什么 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呢 你为什么要为了打别人的脸 为什么要为了超越博尔特 而继续把自己的时间空耗在 去证明自己的能力是无限的这件事情上 如果你选择相信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你有没有可能发现更多事情 他方可以给我们举出很多很多的例子 你们会发现有人忙了 但是他们可以继续画画 对不对 有人聋了他可以继续做音乐 我们知道这种例子 你们可以举出很多 我们也知道在人类历史上 有很多人会不断突破极限 可是我们只问各位一句话 在座各位 你们都是想突破极限的人吗 为什么一定要跟自己过不去呢 就这么简单呢 谢谢各位 有请反方做最后的陈词 也是三分钟 请 各位好 我们在讨论特尔伯的故事 特尔伯他说 就只能跑十秒 没办法跑更多 对方没有来 现在讨论一个矛盾 很明显矛盾 他说 有限也可以很远 不用明确 好的 对特尔伯来说 特尔伯到底是相信无限 所以明明只能跑十秒还要一直跑 还是 相信我有限 我可以跑五秒内 还是一直跑 有什么差别 如果你相信的有限非常遥远 那你跟相信无限都是一样的 特尔伯都会一直跑 一直跑 跑断腿了 继续跑 所以正方如果他可以相信的有限 是看不见的 那跟相信无限 会有一样的比喊 而意义也是相同的 所以 双方他不能玩这种文字游戏 真正要投入的就是 博尔特到底要不要相信 他的极限就在十一秒 别再跑了 你去干别的事情吧 去跟教练去做其他事情 去转行 不要再继续做其他事情 这个界线必然要有意义 博尔特要相信 十一秒就是他的极限 正方的所有价值才能成立 所以就他们今天在工房跟价值上面 是一个完全矛盾的处理 好 澄清完这件事情 我们再来看价值 来看价值很简单 我们很 我方要倡导一个价值就是 我不知道我是博尔特还是特尔伯 就这么简单 就他们要说 你如果是特尔伯的话 你就该相信自己的能力 直接在十一秒 不要跑断腿 可是各位 为什么 我只能是特尔伯 我会是博尔特 如果博尔特相信 我就只能跑十一秒了 他不会有今天 那个跑了八秒的博尔特 如果所有人都是 就要没有特尔伯 所有人都不可能往前迈迹 像过去我们在讨论历史发明 也要讨论飞机 莱特兄弟 在莱特兄弟之前 所有飞机的 他们在悬崖上 滑翔翼 动力飞机 他们全部都摔死了 只有莱特兄弟被你们记得 为什么 莱特兄弟没有摔死 就算这么多的训练 这么多的追求 我们到底要相信自己有限还是无限 相信有限的 没错 我可以安安稳稳的 可能过完这一生 因为我的极限就在这里 我不要去突破 不要去挑战了 我们永远就这样安稳的过活吧 这是一个相信有限的人 相信无限是什么 我知道 我可能是一个倒霉鬼 我客观的知道 也许我就是一个特尔波 我不会是波尔特 我跑不进11秒 我跑不进8秒 跑不进5秒 也许吧 也许真实是如此 但反方要强调价值就是 过去历史人类 会有那么多突破跟极限 就是因为 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 我是那个被选中的人 我是那个能跑进11秒 跑进9秒 跑进8秒的波尔特 我相信我是巴尼的卑贱 来的兄弟 不是摔死在悬崖的枯骨 这就是反方要倡导的价值 跟正方有别于正方的 唯一差别就是这个 正方说 你会变波尔特 为什么 我一到一开始 生论说的 客观上你做不到 客观的极限在那里 你还相信无限的时候 你是傻逼 但讨论那么久 我发现 我不知道客观的极限在哪里 如果不知道客观的极限在哪里 我姓是傻逼 没错 但不知道的时候呢 你还顾不自封 觉得你就是只能跑11秒 那正方才是那个傻逼 我们永远要相信 我是那个波尔特 谢谢各位